2012超级野球 开始吧 三星 三星 三星期的第一次 不一样的棒球艺术 最精彩的热血对决 谁是日本第一 锁定超级野球 日本职棒 看超市 封抽药水超厉害 这什么 他不是封抽药水 他类似点酒 点酒 类似点酒 但是要细细 不能喝吗 他不能喝 他不能喝他 比方说我现在已经破了 很严重的破哦 不是轻微的哦 然后你就加进去 他这等于是他的凉杯 你这是外面买的点酒吗 对 他专门 他是口服的 他是口服的 不能喝进去 不行不行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 然后加水 然后加水 加水 然后含 多久 30秒 30秒 真的得分了 真的就点酒了 完全是点酒了 真的就点酒了 真的耶 超好用 不凉凉的吗 没有凉凉 没有凉凉 有一点点刺动 如果你嘴巴有破 说真的潘老师是因为每次 每一集都跟我在一起 因为那两位老师来的时候 平常都是很回来的 一面带笑容 这一集发现他们没有笑容 我觉得我还是喝仙草汁好了 A队GINO 王思佳 带来的水加上凉茶 搭配苦茶还有苦茶丸 PKB内汪建民 跟吕文瓦的佳妍沙士 制制清炒茶 还有惊讶直出破表的点酒漱口 到底哪个是对口角炎有帮助的呢 马上来看看评审的投票 1 2 3 有这个重要啊 你看 毕业 我们是毕业 为什么 毕业 毕业 毕业所看到是 資深属得了2票 真的 年轻属得了1票 毕业是 为什么要举这样子 其实因为都有一部分是对的 一部分是错的 好 比如说像思佳 你觉得哪一部分是 比如说喝水是正确的 喝水没有错 喝水是正确的 对那但是苦茶我觉得要 就是GINO的苦茶一定要因人而异 那你拖累我 谁是GINO拖累的思佳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就是呃 当你上火的时候要吃一些苦的 我们叫苦能卸火 尤其是苦寒的东西 但是有的人上火他叫虚火 有的人叫死火 所以要说虚火呢 比如说你熬夜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熬夜 可能它肝火会上来嘛 因为11点到1点就已经走赶金了 1点到3点就走赶金了 你这段时间没有休息 很容易就会上肝火 那肝筋环唇内很容易怎样 嘴巴就是会破掉 发炎 对会发炎会破掉 那这是属于虚火 那这个只要好好的睡觉 它就会好了 它不用去吃到苦茶 那如果它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那就是很难好的原因 可是如果说是虚火的话 有可能它是喝了苦茶 或吃了苦茶会越上火 反而会破更多 反而是不好 所以说你这个就不再对了吧 你是虚火跟虚火 对它是可以就是说消炎的 它是可以清热的 它是可以立湿的 但是我们要讲说 它是针对死火型的 就是你有便秘 你可能满脸青春痘 然后你可能口干口苦口臭 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就是湿热型的死火的话 那么是可以适合吃苦茶 我就是针对后节 我刚刚忘了讲 来不及 但是苦茶就是 因为它的性味大部分 都是属于苦寒的东西 那每一家它的成分 也会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苦寒的东西 吃太久的话 如果你是容易拉肚子 是怕你可能会 变成是之后 嘴巴好了 变成长期腹蟹 可是我就是因为这样 或整个人也瘦了 体态也变好了 你就是错误的方法 不正常腹蟹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李毅师 你选的是汪建民 这是资深组 因为文婉提到的那个仙草 那个仙草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般 如果针对 所以不管是虚火死火 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仙草的性味 它是不是偏苦的 它其实是偏干寒 文婉真的是 这一集表现非常好 这个盐巴呢 买得老啦 好好看实在有健康 你假设这样 人家它用的这个方法 还真的有一点科学依据 你这个盐巴下去的时候呢 跟我们假设口腔里面 真的有细菌呢 它这个细菌的细胞液 它是不同的 这是比较高深的学理的 总之这个细菌 它就是会死得比较多 所以虽然说伤口上撒盐 是很痛的 可是在嘴巴里面 轻轻的一点点漱口 也是有帮助 我想比点酒好一点点 潘老师的压轴要出来 就我认识潘老师 应该 你们所拿出来 对他来说 应该没有一个是对的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因为跟两位老师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你会举B 因为A 那个茶 你喝它就是甜的东西 潘老师是综合起来的 潘老师 为什么你选的是A 基本上来讲我们两组 都是有对有错 刚刚我们两个医师都讲了 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在痛苦当中选择 我们就是说呢 不是你们特别好吃 他们比较烂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不得不挑一个的情况之下 只好挑了A 至少我们没有这么烂 因为他前面那一罐清水最大罐 水真的很厉害 你会去挑A的原因 是因为那瓶清水而已吗 我们现在这个口脚 其实事实上 我们这个口腔的疾病分量很多 最常见的 其实是 倒还不是你讲的口脚 最常见的 对会长出那个 泡泡来自单纯性的 那是最常见的 那再来是你们所看到的口内窗 就是耳口窗或口内窗 是在口腔里面产生的破洞 那最后才是口脚炎 在早期的时候 在民国四十年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呢 台湾那个时候因为很痛苦 对 那小朋友的营养不良 那当时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口脚炎这么多的原因 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 那后来因为有美元 再加上我们台湾经济起飞 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营养充足以后呢 这口脚炎就比较没有了 对 那所以现在来讲呢 大部分都不是缺乏营养所造成的 但是当然你压力大 熬夜 然后这个 考试压力大 这个时候 吃点维他命B群也是有一点帮助 然后喝点水可能夏天也有帮助 可是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嘴巴的破啊 或是有一个口脚炎的情形 其实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去辨证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除了潘老师讲的这些原因之外 有很多人其实他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 那一开始把他以为我是上火 我是上火 结果一直喝 喝到后来连食道都破了也不知道 我补充说明一下 刚刚潘老师听到单纯性泡疹 有个中药还不错就是菊花 因为菊花它经过药理研究 证实它是可以抑制单纯性泡疹病毒的 所以单纯如果展泡疹病毒 其实你喝一点菊花叉 还有一种如果它是口脚炎 残情没有好的话 有可能要怀疑是口腔癌 詹姆需要教你去奇异果绒毛 还要告诉你它剪肯的秘密哦 那时候我父亲他为了要减肥 他就是边吃饭边吃奇异果 大概两三一个瘦大概五六五 热量抛冰的 有吗就很简单 难怪就是干的菜瓜 都是屑吗 那这边就光滑 好亮哦 对就好像擦皮鞋一样就这样 出毛钱就出毛后啊 鲁鱼去腥不用葱姜蒜 简单的让你一学就会 这个东西啊放进去之后 鱼类它不但可以去腥 它可以增加它的美味 那你知道很简单的把它放上去 就这么简单 有那个泰式的味道 好香哦 我的天啊 很简单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